BOSS杂谈经济有料到家常 今天要聊的是个非常爆炸性的主题 中国最新的买断式立回购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这种新的货币操作工具在上个月 2024年10月底正是快速落地 中国人民银行大手一挥 5000亿的买断式立回购操作一推出 一时之间又引发了无数的关注和讨论 背后的经济背景到底是什么 是不是又反映出了中国经济当下的深层次问题 在这期节目中我们就来深入分析一下 到底发生了什么 以及央妈急忙把这个新工具拉出来就场 背后的故事是怎样的 别急 听BOSS我慢慢到来 首先 什么是买断式逆回购呢 不是很懂金融术语的朋友 问简单来理解一下 逆回购操作是央行通过向市场 主要是银行借出资金来调控市场的流动性 通常央行会要求融资方将债券等座位抵押 贷给他们钱 在操作到期后 融资方再悬钱并收回押品 至于买断则是个新招 就是说这次央行真的买入了债券 不再只是抵押了 听起来是不是很稳 看似银行融资更灵活 流动性得到了保障 但这样的举措背后 却透露出不少令人担忧的问题 让我们的分析从这里开始 我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是 魏施摩要在这个时间点 推出买断式逆回购 乍一听 央行的理由似乎在于 维护银行体系流动性 保持合理充裕 再一次表现出 中国央行为大家着想 稳定金融体系的形象 但实际上 我们一分析可以看出 为什么是现在 这关键是因为中国的经济问题 已经到了需要采取极端措施 来应称的地步 根据数据显示 中国内部金融压力 正在全面上升 2024年以来经济增长乏力 虽然政府一次次喊着复苏 但实际经济表现乏善可陈 就例来说 买断式逆回购 这次的操作规模非常庞大 5000亿的资金投放 这比10月份6000亿的其他形式 中长期资金投放还来得实在 当然有专家开始出来说 这无非是在保证年底 和春节期间的流动性需求 如果问题真的那么简单 那么为时模死时 一定要推出全新的操作工具 我们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信号信号 所以真相是什么呢 信号信号 中国当前的基隆体系 已经严重紧张 内需疲弱 外需也因全球供应链变革 和中美贸易模擦进一步萎缩 企业和银行都面临信贷压力 部分贸易银行 甚至面临资金周转压力 这也是为时模 央行不得不急于采取买断式逆回购 这种中长期操作来就是 本质上就是变相助资旧银行 而大家心里清楚 这背后凸显出来的 是银行业的现金短缺问题 有多么严重 因为如果流动性真的健康 羊妈何必推这模 大规模的新工具来填补呢 再看操作期限 这次央行选择的是 6个月182天的期限 目的很明显 就是要跨过明年的春节高峰期 这里透露出一个信息 央行预期未来几个月 尤其春节前后 流动性短缺状况 只会更加严重 所以他们在现在就开始部署 希望通过这个操作来压住局面 也就是说 这根本不是现在的问题而已 而是上海年末财政周期 人民曲线大幅提升 再加2025年 开年税收困局等因素相叠加 才真正揭示出来的系统性危机 接下来我们还要注意 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债务 这个买断是逆回购推出后 大家似乎都以为 它解决了短期资金调度问题 但从长远看 这其实在助推中国的债务泡沫 进一步扩张 过去几个月 中国的债务问题已经 湿入到每个经济结构中 今年年初 仅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总债务 已经逼近天文数字 而当前地方政府 依靠土地融资的模式 早已不可持续 土地收入大幅下降 广亏地看到 比如今年的广东省 土地出让收入 将比去年暴跌60% 这直接影响了 地方政府还本复息的能力 地方债务更是岌岌可危 如果没有大量的货币政策来填补 地方政府甚至可能陷入 债务违约的风险 此时此刻 邀行选择了这样一种新的工具来补血 难道不是已经预见到系统性风险 无法通过常规操作化解了吗 买断是逆回购操作的实质 是政府向市场注入更多的流动性 在表面上缓解短期融资难 支持了资金流动的需求 但这其实是变相地 加大了系统性债务压力 在持续的宽松政策下 资金会进一步 流向高杠杆的融资活动 债务泡沫可能会因此更加膨胀 这一点 我们之前看其他的数据 已经很明显 2024年上半年 中国信贷总量已经突破了300万亿人民币 企业债务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 全部水涨船高 虽然短期内看不到直接的违约风险 毕竟央行又开始救场 市场得到了些许关松 但长期来看 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只能带来资产的大幅度空转 最终形成债务危机 再说回这次买断式 逆回购工具的具体操作方式 很多观众可能会忽略一个细节 就是这次采取的是固定数量 利率招标 但每个机构中标后 有各自不同的中标利率 意味着参与的机构 各自要根据自身需求 来配定不同的利率 这是为了更真实地反映 金融机构的资金需求 但反过来我们细想一下 这其实也反映了什么 金融市场的严重脆弱性 中国的金融体系 早已不是外界看到的大胳膊粗 盘根错节的强大系统 在多年的债务滚动 信贷危机和政策反复之下 金融系统内部的分化严重 市场所谓的健康发展实际上 充满了结构性失衡的因素 大而不能倒的国有银行 自然而言 更容易获取流动性资金 对于央行的这类新工具 也有更多的操作空间 但对于众小金融机构来说 其竞争力和生存压力 已经凸显得越来越激烈 目前市场正在见证 一个非常危险的趋势 按压着系统内深层次的信贷风险 继续让市场保持运转 靠什么 靠堆高债务 靠刺激短期的宽松资金 这不就是当年的 美国次贷危机前期那套玩法吗 中国的状况 固然有其自身的特殊背景 但放眼全球 过度依赖短期刺激的效果 正在慢慢消失 一场金融寒冬正在逼近 我们可以看到 央行的每个就是操作 实际上都是在延后风险 并不是实质解决问题 这里我们再来深究一下 这次买断式逆回购 涉及的另一个重点问题 它是解决资金面临短期困境 还是长期困境 表面上看 似乎更偏向一个中期流动性管理工具 填补了此前7天期逆回购 和一年期中期借贷便利MLF之间的空白 解决了短期和中期缺口的流动性调解问题 但实际上 我们要问的关键问题是 这到底是暂时性的措施 还是真正能起到 改变式厂结构 修复经济体系的要方 但显然并不乐观 仅仅是流动性操作 不等同于经济救助计划 从技术层面说 买断式逆回购的推出的 却能短期缓解资金饥渴 尤其在面对中国经济当前的需求不足 企业资金困难 银行资本压力大的情况下 央行需要通过多元化的手段来纾困 但是核心问题并没有解决 经济的根本问题是什么 是内需严重不振 企业效益低下 财政收入萎缩 这些都没有从根源上得到解决 事实上 买断式逆回购等操作 只是在累积长期风险 最近今年 中国的货币政策 习惯于用短期宽松来压抑问题 往往透过大量的流动性 注入来求取一时之稳 看起来 金融市场体系运转正常 股票市场暂时稳住 债券市场资金 供应还在 但这无外乎是在大规模投放流动性的情形下 短期内所有的问题被掩盖 而长期来看 流动性充足 只能导致某些市场带来自产价格的泡沫 而真正的根本问题却被推延解决 买断式逆回购的背后 还有一个挥之不去的巨大阴霾 那就是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和地方债务问题 大家都知道 过去20年 房地产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柱之一 但现在 这座大山已经逐渐崩塌 房价暴跌 房企频繁爆雷 地产型业绩入寒冬 这些无意不是中国经济的重大风险点 首先 看看房地产 今年我们经常听到房地产企业破产 还有恒大 碧桂园这样的行业龙头 都无法还债 陷入财务危机 这些现象告诉我们 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凡事都到了一个支撑不住的民界点 房地市场量下期跌 房地产业面临的压力也在持续加大 地方政府依赖土地出让金 作为主要财政收入来源的模式 已经难以慰藉 房地产的不景气 直接威胁到地方政府的债务可持续性 这意味着 地方融资平台遭遇空前困难 政府债务套墓总爆发的日子 或许已经不远了 根据2023年的统计 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 已经超过了46万亿元 但这还只是险性债务 再加上隐性债务 总规模早已突破百万亿元 甚至有些国际分析机构 认为这一数据还要更高 而地方政府靠变卖土地换来现金的老招数 也不再能见效 特别是许多三四线城市的土地拍卖 出现了流拍现象 土地销售面临违靡 这让当前地方政府的财政入不敷出 越来越多的城市 无力依靠过去的模式填补财政赤字 话说回来 央行这次的买断是逆回购 能够暂时保住银行体系和金融市场的流动性 但对于正在陷入深水的房地 产与地方政府这两大炸弹 无论政策的短期效果如何 都无法解决这些隐患 事实上 短期流动性能解决的 只是存续时间内的表象平稳 而长期风险将随时间压缩而倍增 一旦爆发 后果将不堪设想 接下来我们聊聊货币政策本身 中国央行在这一步的操作中 释放流动性本无可厚非 毕竟市场需要 然而 我们要思考的是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 央行工具箱里到底还有多少大招 过去今年 中国货币政策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 总是拿老工具修补新问题 市场上越困难 央行越是通过降息放水的方式来刺激经济 但这些措施在眼下的中国经济背景下 越来越无力 过去央行倚重的货币工具 例如MLF SLF 长设借贷便利 逆回购等 已经被频繁使用 且市场对其效果的期待随时间而逐步减少 政策效果的编辑递减越来越明显 此次创新推出的买断是逆回购 看似填补了市场包结构性流动性趋势空白 但本质还是流动性操作 并未能解决根本的经济失衡问题 买断是逆回购能支持的 仅仅是资金流畅的短期需求 却忽视了整个经济系统结构性问题的合理疏导 举个例子 自2022年以来 市场一再期待政府通过大规模刺激来解决经济问题 但每次的结果都是雷声大雨点小 降准减息都成为了例行公式 但实际经济活动并会因此显著增长 我们再来看看制造业数据 中国的PMI采购经理人指数 作为经济活动的重要指标之一 2024年多次低于融枯险 特别是在民营经济 出口贸易 以及房地产型页面林严峻挑战的情况下 民间投资意愿及贸易动力全部受到打击 这告诉我们 即使竞争性利率 例如七天期逆回购利率变得更加灵活 但最终这些措施的效果 被结构性经济问题所抑制 央行的工具箱中 没有足够的灵丹妙药来解决经济核心问题 流动性不足是结果 不是原因 中国经济真正需要的是 深度的改革创新和经济结构调整 而非无休止的短期货币政策刺激 接下来我们来到更为隐晦的一个问题 那就是金融市场的信任危机 虽然央行此般推行买断时逆回购 保证流动性 看起来还在正常运作 但实际上 我们一直在关注的背后 是浮现的市场信任问题 中国金融体系过去几十年的稳定 建立于人们对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信心 以及对政策有效管理的信任 央那每次介入 看起来是能够就是的 但一次次的市场肝 愈合改革失灵 使得中小企业和投资者对银行 对市场 以及对政府的信心逐渐流逝 这一点在过去今年市场表现中 尤为明显 尤其随着地方债务风险 房地产危机 以及矛盾重重的经济增长模式 逐渐暴露出来 金融市场中 正悄然郁郁住一场信任危机 而这场信任危机 很可能成为 引爆中国经济深层次问题的导火线 先从市场信任本身开始 以往 市场对于政府脱底经济的能力 抱有高度信心 无论是房地产的刚需理论 还是股市中的脱市预期 中国金融市场场期 承载了大量的政策溢价 然而 随着近年 来多次就是行动见效不张 甚至给市场带来的 往往是短期的繁荣 很快又陷入更深的困境 这让越来越多的投资者 与企业家对政府 经济管理的能力产生怀疑 根据2024年 最新的中国营商环境调研报告 多达60%以上的企业 都表示融资环境较为艰难 而其中一半以上的企业反馈 即使有政府的政策支持 他们依旧无法获取足够的资金 来推动生产 这说明了什么 传统的央行流动性投放 无法有效渗透到实体经济 新增的资金 只是进入了金融市场的内循环当中 并未真正帮助企业脱困 当大家开始怀疑 你即便在市场上 投入再多的流动性 也只能是短期解渴 问题将依旧如故 更可怕的是 中国经济面临的这种信任问题 不仅局限于金融市场和企业 同时还在一行系统内部蔓延 尤其是对中小银行来说 因为体量小 抗风险能力相对低 加上不少中小银行资 本金不足 坏账率较高 市场对他们的信任度 已经大幅下降 许多投资者和存款人 开始怀疑中小银行的稳定性 进而选择将资金撤出 转向更有保障的国有大型 导致中小银行资积压力加剧 形成一种典型的体制内积差信任 这本至上就是 一旦危机出现 人们对体系中的各个部分的信任 不再是均衡的 而是只有最强者 国有大银行能幸免 这种不信任 加剧了整个金融体系的脆弱性 这里有个非常具体的例子 2024年年初 德龙省的某家地区性商业银行 就因资本金不足 遭遇了部分大额损款的快速出逃 央行最终被迫介入 进行流动性支持 才避免了一起 潜在的金融市场共振事件 这也让市 厂商对中小银行资不抵债的恐慌 情绪进一步上升 而对这些危机 央行目前仍然选择提供 短期融资工具来救急 可这并不能解决核心问题 另外一个引发信任危机的原因 就是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 在前面的分析中 我们提到 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 已经到了危机边缘 而这一问题 随着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 只会引发更多风险 事实上 地方政府本身 也是金融市场的一个大玩家 依靠发行债券来进行融资 然而 随着财政收入减少 特别是土地出让金收入的剧烈缩水 市场对地方债务的偿付能力 越来越缺乏信心 很多投资者现在开始担心 未来地方政府的债务能否合理偿还 如果某一个地方政府 无法暗示偿债 是不是会引发其他地方 政府的连锁反应 这种恐慌一直在累积中 一旦地方债务引爆 将直接波及金融市场的稳定性 甚至可能带来系统性的金融危机 我们还不能忽视 这次采用的买断 是逆回购操作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它提升了中资金融产品 在国际资本市场的接受度 部分经济学者认为 央行提出新工具的同时 也是在试图提升 中国金融市场的国际地位 这个目标看似高原 然而当中国的经济基本面 在急剧恶化时 妄图在国际金融体系中 取得更多影响力 时再有点本末倒置 首先国际市场对中国经济的担忧 依然非常明显 根据数据显示 截至2024年第三季度 外资进一步减少对中国股市 和债市的敞口 对中国债市的海外投资占比 已连续6个月下降 虽然中国官方反复强调 金融对外开放 并陆续推出了一系列政策 吸引国际资本 但外界似乎更加在意 中国经济内部问题的恶化 尤其是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加剧 外资企业扩大在中国以外 市场设厂的趋势 表明中国已不再是 全球资本的优先选项 此外国际市场认为 中国的结构性风险 正在急剧上升 这一切都与我们上面 所提到的问题 密切相关债务泡沫 房地产危机 2025年若中国房地产 及地方债务继续恶化 可能会出现一次较大的资本外逃潮 而这种资本的流失 有可能会进一步削弱 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所以央行试图通过 买断式逆回购等工具 提升中国金融市场的国际化水平 看似是增加了 银行间市场的流动性与安全性 但实际上 国际市场早已投下一张不信任票 担忧中国的经济问题难 以短期内有效解决 这也让很多外资机构 对中国市场逃之夭夭 中国央行当前面临的货币政策 陷入了三重困局 这三重困局的叠加 正是导致之前的逆回购 MLF等工具相继失效 如今买断式逆回购 救急的根本原因 我们进一步分析这三重困局 一市场信心困局 流动性泛滥 却无法提振经济 就像我们前面解释的那样 货币政策工具 可以短期内让市场充满流动性 但却无法有效激发企业的 投融资需求 和消费者的消费欲望 为什么 因为信用体系 已经受到严重挑战 企业宁可只有现金 或支付旧债 也不愿扩大投资 特别是中小企业 面临的成本压力越来越大 原料 人工 能源价格上涨 再加上融资成本高企 企业根本无法获得足够动力 来进行扩张性投资 消费者方面 内需不振 已经是老生常谈了 民众对就业前景 收入增长乏力 社保体系持续恶化等问题 感到无力 宁愿减少消费 增加储蓄 因此 即便让市场充盈流动性 也很难掀起消费热潮 这是一种典型的货币政策 传导之后 甚至失效现象 二 债务负担困局 债务血球越滚越大 货币政策过于宽松 不仅解决不了自身需求问题 还让各类债务负担日益加重 虽然央行一次次推出 所谓的宽松措施 但这些措施 在让市场短暂喘息过后 反倒加剧了债务积累 目前 地方政府债务 企业部门债务高筑 中产阶级的购房按揭 贷款压力也在推升 债务问题在各个领域深入渗透 几乎每一个部门 都已深陷债务泥潭 特别是房地产行业的风险 让全社会的资产负债表 变得极为沉重 正如前面提到的 地方政府和房地产企业的高负债 依然让整个金融系统步步惊心 不仅银行承受了巨大的不良贷款压力 整个市场也被债务泡沫 挤得喘不过气来 而通过注入流动性 只能短期缓解债务违约的风险 但债务规模越滚越大 未来的偿债压力只会更沉重 实际上 货币政策的宽松 犹如隐阵止渴 它并没有解决系统性债务问题 反而助推了债务暴雷的时间提前 以房地产企业为例 恒大 碧桂园等大型房企密集违约事件 让外界对整个行业的信心跌入谷底 而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 则导致土地收入急剧缩水 房地产市场的持续低迷 意味着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成倍增加 根据官方口径 2024年 中国的地方债务将达到超过50万亿元人民币 其中隐性债务部分占比达到了40% 外界普遍认为 这是一颗随时可能引爆的债务炸弹 三实体经济衰退困局 前流不到实业 中国经济近年来最大的难题之一 就是资金脱实向虚 即大量的货币投放并没有进入实体经济 而是留在金融系统内自我循环 变成金融市场中的投机套利工具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 各种货币宽松政策持续不断 但实体经济依然陷入增长乏力 民间投资低迷 制造业严重萎缩的窘境 过去10年 中国的实体经济基本盘 依靠低成本优势 人口红利和全球化背景下的外部市场拉动 但如今这些因素都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 全球供应链重构 中美贸易摩擦等使得外部需求骤减 这些结构性的问题 无法通过简单的货币政策操作来改善 特别是在制造业 每个季度发布的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数据显示 中国的制造业持续陷入收缩区间 很多工厂倒闭 中小企业生存艰难 这种情况下 投放再多流动性 也只是让资金留在金融市场高频交易中 而非进入有价值的生产活动中 综上所述 央行推出的买断是逆回购 本身并没有解决上述三重困局 资金无法进入真正需要的实体经济 只是继续堆积在债务上 变成金融市场的短期杠杆工具 在一轮又一轮的宽松政策中 债务血球越滚越大 系统性风险也在累积 除了货币政策的失效 中国还面临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 那就是改革的缺位和滞后 过去几年 中央政府曾多次强调 经济结构调整 供给侧改革 以及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性 但实际成效达善可陈 我们都知道 经济增长的根本驱动力 来自于创新 制度的有效管理 以及生产力的提升 但中国近年来 在这些方面的进展相对缓慢 首先 国企改革长期停滞不前 尽管政府多次声称 将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 增强国有企业市场竞争力 但实际情况是 国企的市场份额依然处于高度垄断状态 腐朽而来的国际民退现象 愈发突出 在许多本该由市场有效配置的领域 例如能源 通信 基建等 国企占据了主导地位 使得民营企业的发展受到了严重挤压 在中国现有的经济体系下 国企并不是因为市场竞争而成长 而是依靠政策倾斜和垄断地位 获得资源分配 因此 国企的存在 往往助推了经济中的结构性失衡 低效的资本配置 大量无效投资与产能过剩 2024年 我们依旧看到 国有企业的大规模项目投资 但这些项目 能否为长远的经济复苏 产生真正价值 存在很大的疑问 如果看实际效果 很多国企的投资 并没有带来资本效率的提升 反而让政府背负了 更大量的债务负担和财政压力 另一方面 民间资本在产权不明的情况下 投资信心不足 这直接导致了资本在国企和政府之间 呈现不断循环 而这种现象 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复苏的重要障碍 同时 民营经济在中国未来发展的前景 仍然堪忧 多年来 民营企业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但民营企业近年来受贵于融资难 政策环境不确定性 税负高等问题 特别是在一些高端制造和科技领域 民企往往很难获得政府的政策支持和资金倾斜 加之全球市场对中国技术企业的限制 使得民营经济的创新动力减弱 根据2024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响绑贷显示 相较于前几年 许多民营企业的增长速度明显放缓 小微企业 特别是制造业领域的企业 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 而这些小微企业原本正式解决就业 特别是创造城镇新增就业岗位的主力军 随着他们的衰退 中国的就业市场压力进一步加大 进而加剧了消费的萎缩 与此相对应 中国的经济政策 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 不可预测性和不透明性 加剧了市场的不确定性 每当市场期待政府推出 有利于民营企业和市场主体的政策时 往往随之而来的 反而是政策调整的不确定性 这让企业在未来规划时 面临更多风险与压力 这不仅造成了投资者信心的显著下降 同时也让国际资本对中国市场的态度 愈发审慎 部分外资企业选择撤出中国市场 或将更多的发展重心转移至东南亚等其他地区 以规避中国市场中存在的政策和经营环境风险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从买断式立回购这一央行旧厂工具的快速推出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中国央行目前面临的难题 不仅仅是短期的流动性压力 而是需要应对更为复杂和广泛的经济困局 货币工具可以在短期内缓解资金面地紧张 但它无法解决长期经济结构性问题 如果要从根本上扭转当前的颓势 中国的决策层需要进行更深刻的改革与创新 同时还应该恢复和重建市场信心 央行还会继续推什么新工具 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羊麻工具箱里的武器还在不断增加 但这背后隐藏的问题也越来越多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多世之秋 如果未来的政策依旧聚焦于短期次级 忽视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性 那即便推出再多的新型货币工具 经济面临的长期衰退危机也注定无可避免 最后我们今天的节目揭示的并不是一时的经济困境 而是一场深层次危机的前兆 货币政策的工具有限 可以就短期的市场流动性 却无法左右整个经济大势 希望大家能够从这次新的经济操作中 看到背后的真正风险 保持警惕 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的走向 大家是怎么看待买断时逆回购这件事的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好了 今天就先聊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请点赞 分享 订阅 并点开小铃铛 选择全部 我是Bose 下期节目再见